7月1号下午6点20多分 今天变成游行视频 你看能有多爽 大家好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站 我是主持人夏琳 关于香港反送中的事件 一直冲突一直到现在 已经将近快要四个月了 都还没有停歇的迹象产生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就是 当时民众在冲击立法院的时候 他人刚好也在现场 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 他在那边的所见所闻 我们欢迎张文 大家好 节目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张文 张文我想请问一下 你身为中国人 你为什么会跑到香港 去支持这些反送中的民众 我在大陆一直在参加政治公益活动 然后香港战中我也参加了 从头到尾都参加了 所以说话我参加反送中 也是一直要的这个做法 所以你其实从战中那时候开始 你就有一直在关注香港的这些议题 对 是 那你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说 从中国跑到香港去支持他们 一定有一个 你是支持他们的反对的这个 这五条的诉求吗 还是说是为了 只是为了想去支援他们这样子 就那个本身是话 这个战中了 香港战中发生 发生时候了 也最后结果是失败了 是 所以最后反送中了 我认为这个 以前以为是话是挺小的 以前不准备下来 最后一看到几百人上街 最后感觉特别感动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支持这个香港的反送中 是 所以你是因为看到了那一次两百万人上街头 所以你就觉得很感动 然后你就想要身体力行的 直接去用你的身体去表达你支持香港的这个活动 对 是 那所以你是自己去的吗 还是说有跟朋友一起去 或者是说你的后面 就是有没有人支持你 这项活动 朋友啊 或者是 当时的那个大陆了 就现在来说大陆打压特别厉害 是 所以大陆这方面行动了 一般是他们怕受到压打压 所以都不敢去 是 然后呢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一之二之话 就是用实际行动 然后来参加这个政治公益方面活动 是 所以一之二之话是不怕 我也说话 他顶着这个共产党这个压力了也 所以你会害怕吗 你的朋友们都很害怕 但是你会害怕吗 我也会害怕 但是了 但是了遇到这种事以后了 往往就是遇到这种事 我往往会冲在最前面 用实际行动来表示 是 那你到了香港 你待了多久 总共待了28天 然后呢 续签两回 续签一次了是两次 总共四次 四次了一次是7天 四次总共四次28天 所以你在香港总共待了28天 对 那你在这28天的时候 你就是每天 也不是每天 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假日 对不对 假日有活动 是吗 就是那个香港 那个港澳通行证 那他现在了 以前说话可以 必须说话 跟他团队团出团境 是 那现在了不需要了 个人拿的那个通行证 然后呢 有那个续签那个东西 就是卡上标明续签那个 就是卡里面储存的 然后就可以自己可以去了 随便自由可以去了 所以你在香港那28天啊 你有在香港看到什么吗 比如说你在街头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 或者是参与活动的时候 有看到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我觉得啊 觉得是话 这个香港人这个几百万 就当时去就是好像是反正人特别多 我就感觉到是话 就是香港的表达这个送送条例 反对送送条例 是 可以说话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就是反对这个送送条例 而且把这个声音发出来了 是 而且呢是从底层人发出来了 是 就这一点呢 我令我特别感动 你现在好多国家 好多 你像那个中国的 就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 是 然后呢是从下而上的 这种的表达方式了 你像民主国家 普通商问题 你像专制国家呢 这个方式呢 它也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方式在大陆 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 因为直接武力镇压嘛 就威吓人民嘛 对不对 对 那我知道香港人 其实对于讲中文的 中国人 对 对 就是讲普通话的人 其实他们是会有一点 带着异样的眼光 对 那你这一次去 你而且又刚好是在那么敏感的活动时期 那你有没有遇到香港民众 对你不友善的待遇 基本上呢 因为我参加过战中 参加战中以后 现在领导 就是过去战中领导 其实实际上现在反送中的 这领导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他不变 人都没变下来 所以了 所以他们大伙认得我了 到时也有个别事发生 有些是花 不认识我呢 就也是围攻我 我知道你那时候好像有录影片 然后影片里面有人喊说 你在拍什么 对 对 你拍什么 我拍警察 拍什么啊 拍警察 台湾的 必然做 不能拍警察 不可以不可以 没谁 就是其实听到 对讲普通话的人的话 其实香港民众其实是会有点 心里不舒服的 对 但是因为好多人认得我 他会出来解围 解围说 这个小伙子你赞中就参加了 然后我赞中就参加 支持你们了 你反送中凭啥说我了 他们要求啥 要求说和他们 要求大陆人和他们一样 支持反送中 只要是你要输了这点 我支持反送中 你不管是任何人 他都会不会刁难你的 所以你就是有表达清楚你的立场 你是支持他们的想法 支持他们的行动的 对 所以他们并没有对你有太多的不友善 以及为难 对 然后我又参加过赞中 所以他们都 都好像是 好像都欠应种的 是 就走了 所以你那28天 基本上你在香港 你就是跟着这些诉求者的民众 他们的行动在跟着活动吗 对 所以当时在冲击立法院的时候 你站在哪一个位置上 你人在哪里 你是在冲玻璃的那边 还是你在后面 是这么个 我在立法院 他们早就已经在立法院设立物资站 还有那些好几个站点 一个站点 一个群体 你在那边帮忙什么 我晚上在那住的了 因为的话 他们说支持反送中 必须亲自在那 就是站中时候了 我就参加 必须住在那 代表中支持 所以我就住在立法会里面 就是在那个院里面 而且是我看见 唯一一个 我是个大陆人在那住的了 住了差不多10天左右 你是说你冲破立法院的时候 你在里面住了10天 就已经在之前 在之前 在冲破之前 你就已经住在立法院里面了 立法会里面 院里面 你住了差不多10天左右 是 那所以你那时候在冲击的时候 你人也在吗 人在了 人那个 等一下 你说你在冲击之前 你就住在立法会里面 立法会是开放给人家进去住的吗 立法会啥 立法会 take a year 我住在院里面 但是他那个房间没叫冲破 玻璃啊 没必要打碎 充击立法院是把那个玻璃打碎 冲进立法院 立法院 立法会里面 所以你是在他的外面 外围 早就是话 在可能在 就是 就是已经 已经立法院叫那个 民众已经是话 占了好多天了 可能是 十多天 二十天 我忘了 是 所以你那时候 还没有冲击立法会的时候 你就已经住在立法院的外 立法会的外面 对 住了十天 对 那你在那边的话 有负责什么吗 因为你说有分得很清楚 一区一区的吗 有物资站吗 然后前面吗 就 金木桑了 金木桑了 他也不要我参加什么的话 就是劳动了 乱七八 这些活动 然后呢 主要是他每天是话 晚上搞活动 搞活动 比如说 视频游行呀 然后呢 搞一些活动 就参加拍手 喊口号 是 这些 这些就 他们觉得是很棒了 所以就是比较 和平的一些 争取诉求的一些活动 对 然后你 人都在现场这样子 对 他每天 每天晚上都有活动 基本上 每天晚上都有活动 但是那时候 应该没有那么 诉求的时候 没有那么强烈 没有应该 游行的部分 是只有到假日 才有游行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 冲击立法院的时候 他们在撞玻璃的时候 你人在吗 在了 你人在 那你人在哪里 在冲玻璃的那边吗 就在冲击玻璃 他们拿那个三脚架 三脚架冲击的时候 我就在跟前了 所以你那时候 在帮忙什么 帮忙推 还是说你 帮忙推来 帮忙推 那所以你那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 看那个直播 他好像推了一个下午是吗 你最后冲破 冲进去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攻占的 刚开始以后了 他们玻璃敲碎以后 敲碎以后了 它里头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说话 就是那个铁的一个拉门 最后他们用撬杠 然后把这个拉门 强制以后拉起来 然后又顶了个撬杠 然后当时只有一个人 能钻出钻进 所以慢慢以后 我就跟进进了 你如果说只有一个人 可以钻进去的话 那可是里面我们那时候 看到画面是全部的那个 那是树龙小队都在里面 那是以后了把那个大铁码 全部差不多是打得特别大时候了 所以那时候里面警察已经撤离了吗 已经撤离了 已经撤离了 所以你们就冲进去 一个一个这样子爬进去 我是可能里面的话 可能就是 就是开头冲进 可能是算十个人 十个人左右的 开头冲进的人 是 那你们这样进去占领了之后 民众我看到就是有一些 喷油漆呀 喷漬 然后还有一些 可能比较不好的 就是破坏里面的公共设施 那你在里面 你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你看到就是他们 做了些什么 就看到的话 就看到的话 就是那个 比如卫生间呀 好多东西以后被打烂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墙上 就是那个 涂满那个 就是拿油漆写的字 所以他们在里面有喊口号 或者是特别特殊的举动吗 在那个立法会 你们有那个就是 会那个会场 他们有这些活动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有拍摄 所以你们那时候 战冲击进去之后 占领了多久 才离开 好像是占领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 然后之后是因为警察要驱散吗 还是 就是他们说话 就是 就是 有议员就反映 所以很可能的话 在 再说话 12点钟左右 或者是 在以后时间可能是 警察过来要牵脚了 是 然后为了避免的话 我们受到伤害 然后叫我们提前撤出来 所以是议员通知你们的吗 我不知道是议员 但是呢 也是知名人士 是 也可能是议员 然后他们在这个冲破玻璃跟前 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然后呢 他们通过声明 我们已经 我们准备撤离 是 然后说了好多话 我就在跟前 可能是这些记者也拍到我了 但是呢 对外面他 他这些画面可能没 没干啥 没公布 是 所以那你撤离之后 就一样又回到外面去吗 外面现在应该都被警察包围了 你撤离之后 你就去哪里了 警察没有包围 当时 然后我们撤之后了 是警察是没过来 是 我们撤完之后以后了 警察就开始清剿 清剿说 他是从那个立法会的 立法会的那个 就是那个 从那个 从那个 这是 比如这是立法会 这是立法会 立法会他从这门 然后从那个前门 然后好像是 他们是冲进来的 是 所以你那时候 他们冲进来的时候 你人还在现场吗 冲进来的时候以后 他们是 凡是在立法会里面的人 全部要撤离 所以我刚才 所以那时候有人被抓吗 我当时的话 当时的话就是 因为提前撤离的 所以 所以这些人是没被抓的 是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们在那一边的 在那边的抗争者 对 那你们有什么 防保护自己的工具吗 就是头盔 是 头盔 还有那个 就是防眼镜那个 眼罩 还有这个 防毒面具 还有这个 我戴着口罩 口罩 所以没有其他的 就是当时 其实每个人 都是只有这些东西 就是保护自己的身 基本安全 就是不要敲到头 那一些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也没有什么 护膝啊 护肘之类的 都没有 他们是有 但是我们一带 他们是有的 那你有看到 就是比较攻击性的武器吗 就是示威者的民众 有身上有攻击性的武器吗 几乎就是雨伞 只有雨伞嘛 雨伞就是保护自己嘛 雨伞 雨伞就算是经常下雨了 但是也可能说 对 就是变成防卫生的工具 就是 其实主要是保护自己啦 对对对 也不是说能拿来攻击别人 对对对 是 对 所以 好 那所以你 那时候在立法会住了十天 对 那你的生活物资 从哪里来 我那时候 因为你都没有离开嘛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白天是 白天他们一般是不活动的 白天因为是 外头太阳光太晒 他们活动集中在晚上 所以白天呢 我就是去那图书馆看书 去那香港图书馆看书 看完书 回来以后 他们晚上举办活动 我就参加 是 那生活物资的部分 生活物资呢 就是完全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钱 然后旅馆也不住 也大部分 然后呢 他们那个物资站里头 有矿泉水 有些那个小零食 比如是那个巧克力棒呀 还有一些就是花生 花生这个 花生棒呀 这类的也是 来补充 所以就是那一些 应该都是民众 自发性的 去集结这些物资 给前线的这一些 示威者用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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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一些 医疗用品之类的 对 对 他们是专门设立了一个 十字这个 十字这个 十字会 我不知道 他们算是标志十字会 专门的话 有这个专门的一个物资呀 专门一个供应 所以里面就是放这些 水呀 小零食呀 然后急救物资 就这一些 他们是 他们是 一会儿一会儿 比如是 有的光放矿泉水 还有一些小的一些 一些是 就是吃的 然后呢 还放些的话 就是眼罩呀 还有这些那个 头盔呀 有的地方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 就是那个 十字会那个 它是单定放在一边的 它是单定的 还有好多的话 团体不同 然后呢 好多的话 集资了好多物资站 这个是那个团体的 那个团体的 都有 是 所以在你那时候 去香港参加 反送中的活动的时候 那时候 他们 只有提出一个 就是反对 送中条例嘛 对 那到现在 他们有五项诉求 那这五项诉求的话 你怎么认为 你觉得这五项诉求 是合理 还是不合理 还是说 你有什么看法 跟观众分享一下 你绑上这个 反送中条例了 绑上的话就是 绑上这个香港 这个法律 和这个大陆法律 不闲间的 是 那香港呢 比较的话 在法治方面 比较的话 是注重法治 中国呢 是在这方面很 就是 就是 从对着人质社会 他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就是 因为我也轻生经历 你像 你像那个 你像那个 我们709律师案 他能把那个 为那个 为其他人 打官司的律师 能抓起来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像说 随便检查身份证 随便软禁 这我 我听这句话 这都发生了 根本是话 然后 比如放看守所里 然后不让你说话 通知家里面 不让你和朋友见 帮通知朋友 然后律师帮人请 援助律师帮人请 是 就顶着关黑监狱了 所以了 我在大陆的深受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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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 从虽是不讲法治 从虽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 是 你说这样一个法律 和你香港的法律对接 你根本对接不上呀 嗯 那所以 这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呢 就是 有一个 这个反送从条例出来的 这个就是主要条例嘛 底下四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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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五大变成四个 总共变成四个要求 然后现在总共变成五大要求 我认为都是合理的 很合理的 每一条都合理 包含就是要 解除这些示威者的暴动 的民意 这个都 合理 因为不认为它是暴动 因为啥 因为啥 因为你本人说话 你早就提出来了 要和你那个 林郑月娥要谈话 是 而且了名义表达了 是大多数人 9%人也不同意 这个反送条例 是 你那说话 也不回应这个 也不见这个老百姓 然后也不见这个 然后呢 也不 这个条例 也是自耳不闻 是 你说的话 老百姓的话 就是说香港老百姓 然后是游行 那你不理吧 对不对了 游行一辈也不理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搞出点动作 你又说是暴动呀 干什么 你说 从对谁 要是像民主国家 林郑月娥早就下台了 不可能产生这种问题 它会直接找反应 说 比如说我如果是 90%以上 如果反应这个问题 有问题以后 如果你 你的那个 比如总统呀 或者是林郑月娥 早就被下台了 因为其实 光是看到200万人 站出来 这已经是将近 香港三分之一的人口了 其实就算是 一条法案 可以让三分之一的人 都不同意 这条法案基本上 应该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强制弹过了 对 你说他也不回应 你要老百姓不火吗 对 你把暴动吗 是 然后六月份的时候 他们提出五大诉求的时候 其实警方 还没有开始强力镇压 对 那你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现在 你觉得关于他要 要求成立独立调查会 这件事情 是不是也觉得很合理 当然很合理呀 因为说好多人情况以后 他们反应说 大陆警察过来 冒充香港警察执法 然后好多的警察以后 就是不顾地殴打 香港的群众 就是视为游行群众 等等一系列的 这个违法 然后好多这个 他什么命令的 咱们干啥 本身说话 你本身说话 这个很 就对老百姓 很合理的这个诉求 是 现在变成一个 他认为暴动 这个 这个他们怎么 怎么 然后这个程序 然后我觉得是很 成立一个调查 独立调查委员会 很是合理的 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香港人其实算 蛮有先见之明的 那时候警察还没有过 还没有非常过度的执法 只是稍微有点不合理 他们就觉得 这样是不OK的 但是你 到了三个月后的现在 你再来看看 这些警察所作所为 你真的觉得 必须要成立这一个 独立调查委员会 因为实在是有太多 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画面呈现在 我们全世界的人的眼中 然后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你是中国人 你反送中刚开始的时候 你人是在北京是吗 对 你的人在北京 那你是从哪里 看到这个讯息 你是从哪里看到 香港200万人上街头的 对 我是从YouTubeB上看到的 从YouTube上面看到的 对 那 YouTube上面就是有很多这种影片 可以给 对可以搜索 全世界的新闻都可以搜索 是 都可以搜索 对 是 那可是为什么我在推特上面 有看到很多中国人 他认为香港人已经非常非常自由了 跟中国人比 他们很自由 但是他们现在还要这样子出来 反送中 要求东要求西这样子 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个部分你怎么认为 因为你们一样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出现 我估计 既然你说这个 他既然的话是去香港 反映这个 或者在这个YouTubeB 不是在这个推特上 我估计他懂得翻墙 中国不是网络都全部封闭的了 然后呢 很少部分人能翻墙 像我这种的 知道用YouTubeB来翻墙 才知道这个香港反送的问题 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知道 所以你这样 从YouTubeB上面看到 是因为你有翻墙 所以你知道正确的消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推特上很多中国人 他根本不懂香港人 在诉求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的 不是真实的讯息 是吗 就那个YouTubeB上了 我估计他知道翻墙 知道他翻墙 但是肯定是五毛 共产党五毛 但是了 90% 99%以上的 中国的老百姓 不知道到底反送的 有什么情况 他内容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觉得 香港人真的是贪得无厌 对不对 对 包括这个赞中 也就是外国支持的 所以 因为我在大陆经常发传诞 经常和这个底层人接触 所以说 他们是想 根本就不知道 一点不知道 他们完全就是 不知道他们的资讯 都被盖起来了吗 都不知道 你像那个赞中 为什么反赞中 他们就是 就是外国人支持 然后香港人说话 榜上说话 他就是这个 以致而反对共产党 他们这个干啥 就是说这些话 其实内容一点都不知道 可是中国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高知识分子 他们应该会知道 就是他们内部收到 就是比较底层的人 收到的讯息都是 不是正确的 对 他这些人肯定知道 这些人主要是 共产党给他那么高的容易 又给了那么高的工资 所以他不可能 他也不可能去挖他墙角 不可能的话 我要支持反送中 他的工作就没了 他的教授的职位也就没了 所以知道的人不敢讲 对 然后其他的人都不知道 敢讲的 就在推出上敢讲的全是五毛 然后不敢讲的 就是有名有望的 就是这类人 然后其他老百姓呢 啥都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真的是资讯很封闭 对 他的防火墙太厉害了 防火墙 那你怎么有办法翻出去 如果防火墙那么厉害 我就干啥了 因为我在参加好多政治公益活动 然后就是他们 他们说话就是介绍的YouTube 经常说话 专门说话怎么突破防火墙 专门有个支持的一个 所以你很多的那个消息来源 都是从YouTube上面来的 YouTube币 还有说话直接翻墙过个 翻墙直接的话通过那个 我们推特上推特也一定通过 就是那个是那个翻墙 推特也要翻墙吗 对翻墙 推特也需要翻墙 对 那你那中国还能用什么网页啊 中国 中国是实际上推特也上不了 YouTube币也 YouTube币的话是 就像我知道的 我能用 不知道它也用不了 然后像那个Facebook 不可以啊 也不行 都不行了 MISS啊 还有是那个香港那个 Warser啊 都不行 哦 那这样子真的很多都不能用 对 所以大陆99%人全部说话是 啥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收到的讯息就是电视上的 公共电视的讯息 对对对对对 然后网路上呢也是过滤过的讯息 对 就是真正民主自由的真正的事实 他们通通都看不到 根本看不到 根本看不到 是 好那你参加很多中国的社会运动 对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你也参加过战中 也参加过反送中 那你香港的集会游行跟中国最大的差异在哪边 差异就是根本的话就是民俗 那北京公民就民俗了 就是本人选你们游行 我和他们也说了 是法律上赋予我们的权利啊 法律说权利我们公安我们就不让你游行 那他不让你游行 然后你要再说说我们就这么糟了 你能不我怎么地了 就是北京人公安经常说几句话 说我们也 我们也和这次也知道这个 所以知道这个游行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 然后呢香港你要本上是画这个 有个游行这个权利 一直从英国开始有个游行权利 香港他们这一次很多的那个活动 都是收到反对通知书 他们并没有收到不反对通知书 那跟中国的差异 你说中国他直接不让你游行 对 也是反对嘛 反对那反对了之后 如果你们硬是上去的话会怎么办 就像我 就像我不是的话就因为这个 就是我在那个我们本地吧内蒙 搞了三十四个游行 三十四个 三次 三次 三十四个游行 全是话我没进过公安批准 我直接拿出队伍 因为啥我就知道 如果你要通知公安了 就把你抓起来了 就不可能 那你不通知你直接去的话 他发现了他不是也是直接抓起来吗 那扛掉吧 但是我这三十我全跑了 全跑了 那跟你一起集会的人呢 抓了抓了好多抓了说啊 每次每次他们抓过二十个人左右 所以你发起了 但你跑了 跟着你发起的人被抓了 对 不然的话我现在是花 我现在有一个判刑判一年半 为啥了 为啥判一年半了 因为他没抓住我在内蒙古 视为游行这个证据 如果抓中证据以后 不是一年半的问题了 那五六年问题了 所以我为啥搞这么多事 和这个有关系 所以有人说香港这一次 反送中啊 一开始都是学生族群在反对 然后在游行集会的 其实最近已经有看到很多的 老一辈的香港人 也有接受采访 那他们觉得很对不起 现在的年轻人 让他们去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然后还甚至于 还被定义为爆孔分子 那这件事情的话 你有什么看法 往上说话 你看学生每次站中的时候 冲在最前面 然后反送中又存在最前面 是 而且实话 如果没有这些学生了 你说 我想说香港的自由民主 会倒退好多年 正因为这些 这个学生的存在 然后呢 而且重复在最前面 所以现在保护了 香港的自由和民主 我觉得学生是太了不起了 而且他们现在就是 尤其反送中 反送中这个大规模老百姓 已参加这个反送中调整 反送中这个 世卫游行当中 我认为这个在全世界来说 香港这个 就是这么大规模的 参加这个世卫游行 全世界来说 我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为啥我要坚决支持反送中 就用这点把我感动了 你就像那个法国 法国说话是从底下 到上面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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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反对上面 一个统治一个活动 然后呢英国也是 美国也是 就是三国家是 从底层人 从底层然后呢 反对这个反对暴政 就要美国独立是反对 是英国统治 然后达到民主上 就是三国家 现在增加 如果是香港 香港如果成功了 香港是第四个 所以我当时认为说 哎呀 如果是 如果是 真正达到了 港人自治或者独立的话 香港的这个经济 各方面 我估计说 很快和欧美国家 因为民主意识太强了 是 把所有人的积极性 都却不能调动起来 是 所以生产力啊 经济都能 都能说话发展得很好 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学生 太了不起了 是 你现在 因为现在反送中 已经进行到一个 算是一个 要说是平警嘛 因为我觉得 警民的冲突 已经到了一个最高点 包括到昨天 昨天他还是有 连水炮车 然后烟雾弹 对 所有的东西能上的 除了真枪以外 能上的东西 基本上警察都已经用上了 甚至于连卧底 然后假扮示威者 然后去挑衅群众的情绪 这些所有的招式 警察都用上了 那你要怎么看 现在警察到底是 他们为什么会去做出 这么离谱的事情 甚至还被拍到 然后甚至于还有看到 那个警察假扮示威者 身上还配枪的 一个女生的照片都流出来 那你觉得警方是已经 不知道该怎么落幕呢 还是说他们是真的是 有策略性的 来去做这些事情 警察呢 警察我认为现在的时候 如果警察如果是 在这边办一个很 就是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香港办一个 就是他的良知啊 就是他的好多那个 对支持反送中 如果是如果要支持的话呢 我估计以后呢 香港的话 可能现在就是 所以现在就 警方瘫痪了 为啥没瘫痪了 只有这个警察存在的原因 所以这个警察呢 还是为这个香港 这个政府的话 听他命令 是 所以我认为 是这么个情况 是 现在警察还是在听 政府的命令 但是政府在听 北京的命令 对 所以现在就是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该怎么落幕的意思吗 但我觉得他现在可能会 趋于就是不要那么暴力 因为接下来 就是中国的国庆日快到了 他们应该会想要希望 先把国庆日给顺利度过之后 再来去处理香港这个问题 他们啊 就像那个中国共产党 他早就想镇压了 他现在问题是 全世界对这个 你像那个 睁大眼睛在看的这件事情 对 就是那个特朗普呀 和中国贸易战呀 所以中国现在 国际形势很不妙 是 所以了他就 所以现在呢就是 克制自己 不采取暴力的措施 是 但是从他那边想 如果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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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社会有利他 他早就镇压了 嗯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实话 这个香港这个局势以后 我认为啥呢 就是 香港这个 反送中条例和 这个条例通过通过 其实意义也不是太大 因为啥呢 你通过以后了 共产党就是 哎 我这个 我抓人 我在这个香港抓人 我是合法的 我不合 就是 他基本上现在是 不会通过的 不合法的 就不合法的 如果通过了 我就合法的 他不会通过了 对 但是他想抓人 照样抓人 香港有啥办法的 嗯 所以这个条例通过通过 是意义不大的 我估计 就是他香港人 发出声音 这是最好的 而且能得到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 得到美国这个 英国呀 我 武力如果是 武力如果 把军队开进来 嗯 这是最好 如果局势能也变成 最终的 我觉得是 或者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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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北京立马 派军队过来 我觉得是 对这个香港 对国际上 对这个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 最大的一个打击 是 那张文你还有什么话 想对我们观众说的吗 我现在呢 处境十分不妙 再一个是话 想那个 整个聚会 还有来说 我想那个得到这个 和我意识形态一样的人 你那个 所以我留了电话 然后请大家与我联络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那个 主持人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 再见